我最喜歡我的廚房 就是有身為一個媽媽的感覺 然後可以煮很簡單的飯菜給家人 有家的感覺 感覺就是平時下班之後回來 就會有一個可以很放鬆 就像我太太這樣充滿歡樂的地方 然後回到家有一種回到飯店的感覺 就很舒服 每次來到幸福空間看到的都是設計完成後的一個房子 但是廖總監 你今天帶我來一個空屋 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花花有沒有聽過國王的新衣 那我們今天帶你來的就是一個國王的新房 廖總監 請問一下這個房子是剛剛那個房子嗎 是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可是怎麼感覺這裡空間比較大 我們有做了一些格局上的調整跟變化 所以我們讓空間感整個公民域的部分更打開 然後讓氛圍可以更舒服一點 因為屋主只有一家三口 又喜歡開放式無隔閡的空間 因此在購買預售屋時 究竟由廖總監的設計 將原有的三房直接改為兩房 營造公共空間極大化的舒適感 那我們利用空間上的調整 我們把一個房間給打掉了 讓客廳的中心 OK 往中間移動人 而不會是在邊角的地方 第一個好處是 我可以讓客廳跟餐廳的這個 家庭的這個緊密度更好 更鮮接 更有連貫性 對 更有連貫性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在這個原本客廳的位置呢 我做了一個多功能區 就是它可以在這邊玩 可以在這邊我們做一個比較特別的釣椅 所以它可以讓家庭的這個 很舒服的 很慵懶的 可以在這個空間做活動的 另外 廖總監利用家具當隔間 視野不受阻攔 讓空間具有流動性 通透性 因此 不論做什麼 都能看到彼此的身影 大大增進一家人感情的交流 我最滿意就是 總監這次幫我們設計的這個 有一個電視牆 因為總監有考慮到 後面的這個起居室的部分 然後有一個空間的穿透感 對 這是我覺得 跟一般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有我可以安裝 我喜歡我的家庭劇院 對 然後有家裡也可以 很輕鬆看電影的這個感覺 今天整個公共區塊是非常開闊的 但是因為屋主他們有三個人 兩大一小 而且小孩子的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我沒有發現你收納空間藏在哪裡 在這個整個房子的設計上面 我們做的還是很多收納 只是我們的收納會藏在牆線裡 所以我並不會讓整個的櫃體很突兀 或是說很多的仰角 然後讓空間很壓迫 所以包含像我們的整個的玄關 我們整個的餐廚區都是我們的一個收納櫃 它都是隱藏起來的效果 將收納空間融入牆體 兼具美觀與機能性 岩涼 岩牆 規劃出櫃體 有的是展示櫃 有的則是置物櫃 不僅增加收納量也加強功能性 那因為今天整個空間是帶有一點 時尚然後簡潔的氛圍 但是我有發現一點就是說你的材質 這次運動是蠻多的耶 對 其實我們在整個客廳的空間軸線上來說 我的大方向用了木皮 食材 跟我們的鐵劍做了一個空間的效果 那也搭配我們的燈光 去把整個空間的氛圍給營造出來 那我們現在所正的這個餐廳區呢 我就換了一個想法 我用木皮去結合我們的一些進口塗料 包含我們的壁面 我們的櫃體 我們的天花板到我們中島的檯面 都使用塗料的部分來做一些材質的運用 那不同的配色 不同的感覺 可是讓我們的空間氛圍也營造出來了 這次的設計 料總監採用大量的液材質搭配 木皮 食材 鐵劍 塗料的靈活運用 為室內裝潢帶來更多元的設計 像是中島的桌面 也設計過去常用的瓷磚而採用塗料 不僅突破傳統 同時具有耐髒耐光的特性 其實中島也是很符合我們 我當初我想 我一直想要的 對啊 就是在那邊可以看電視 然後喝個飲料什麼的 我還蠻喜歡鑄鐵鍋的顏色跟形狀 然後就請吊榮先生幫我設計一個 可以展現出來的地方 顏色上 然後再加上燈光的效果 其實真的是很棒 因為女主人喜歡料理 與收集鑄鐵鍋 因此 料總監特別為她量身打造了一個 鍋具展示廚物櫃 這種以人為本的設計 結合了變通和巧思 把屋主的人生愛好也照顧到了 像是後來一家人因為出國玩 迷上了樂高 這也被廖總監巧妙地融入設計當中 其實這一場設計呢 廖總監真的符合到我們的 每個人的興趣 我覺得我們家就是有 溫馨 舒適 歡樂 還有高級啊 對 是 幸福啊 還有幸福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突破跟學習 我跟這個屋主其實已經我們已經相處了五年的時間 這五年來其實我們也參與了很多 很多 呃 無主的興趣 包含他們增加了這個樂高的想法 樂高的趣味 也包含女主人做了一個鑄鐵鍋的收藏 那我們覺得其實 設計師就必須跟業主有一個這樣很好的互動 去理解屋主的習慣 屋主的生活 那跟把屋主當朋友 我們才可以在一個空間裡面 做出符合屋主最想要的使用習慣 堅持以人為設計的出發點 廖總監變更建築設計 打造溫馨寬廣的居家環境 為每個使用者的興趣打造專屬空間 同時利用異材質的搭配 創造輕鬆活潑的氛圍 讓家充滿故事性生活感之外 還有了滿滿的幸福感 小金上更多廖立廷設計師的精彩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